一开店排队人潮络绎不绝 老板左右开工 熟练的把鸭肉冬粉送到客人面前 佳肴上桌 讨可大口吃冬粉配上鲜嫩鸭肉 这碗五角味鸭肉冬粉跟冬菜姜丝组合一起 共出无法言语的美味 鸭肉带点淡淡香气 沾点自制的酱汁 风味升级 汤头清香到令人难以忘怀 鸭肉我有点吓到 因为人家第一口就是怕鸭肉咬不断 它第一口我不会想到这个问题是 怎么有股乳味感觉 然后跟着你就渐渐的咬 那个乳味就是把里面散开 然后你就会觉得说 那是不是要来口冬粉 我们的汤头都是原汁原味 我们没有像人家说的什么 用一些什么的大骨汤什么 我们就主要就是用鸭肉 原汁的那个汤取高汤 所以就没有参加一些什么 所以它的汤你看起来 它清清淡淡的 其实之前也有客人说 你这里面都没东西 感到好吃 可是他喝到那个汤头 还真的还蛮好吃的 鸭肉要让人惊艳 关键在于每个步骤 皆不能马虎 卤白色的热汤 可是历经无数只新鲜温体鸭 长时间淬炼的精华 这是鸭肉冬粉汤头来源 洗完热水澡的温体鸭 还要再放进卤汁内 小火炖煮至少50分钟入味 卤包里有十几种中药材 如何让鸭肉吃起来不柴 就得靠正功夫 我控制得好就不会太柴 你如果太熟了 它就会柴柴的 卤好的鸭肉颜色略带金黄 上桌前要经过二砂糖烟熏 白烟鸟鸟一只只的鸭沾染一身骨铜色泽 接着抹上鸭油增添香气 每只鸭在老板王耀南的刀下 分拆得轻而易举 鸭吃鸭脚拿来做卤味 鸭胸鸭腿搭配现煮冬粉 就能绑架老陶的胃 三代传承 王耀南跟太太潘月璧 至今仍坚持传统制作 尽管繁复 依旧亲力亲为 劳心劳力 不让料理走位 两个膝盖已经换了 因为长期这样站要用力 我的膝盖是换过了 王耀南满身是伤 没有任何怨言 就是希望能在鸭肉美食市场里 屹立不搖 因为鸭肉俨然就是恒春的代名词 这里助力不少鸭肉店 跟早期养殖习性有关 以前这里有养鸭 河床都是养鸭 卖鸭的比较多 一开始是 这边务农比较多 都是劳工比较多 劳工作完工作累吃饭 可能就是一公地方地方的习性吧 就想喝点酒 就配个小菜 吃个鸭肉 王耀南卖的鸭肉冬粉 汤头香甜 烟熏鸭肉干纯鲜嫩 历经50个年头 生活在地人肯定 除了鸭相关的乳味 为了满足大家的味蕾 都走得战战兢兢 希望让恒春传统饮食文化 得以延续